歡迎收看小熊老師 佩妮教數學 那我們又進入到下一個主題組合了 CN取M的話 他在定義上是PN取M除M接 這個了解一下 他會等於N接除掉M接和N-M接 9顆球取6顆出來不排 9接把6接除掉 把不取的3接也除掉 然後 因為我們PN取M是 N接裡面的前M 然後你又多除了M接 所以他的算法就是N接裡面前M個 然後除以M接 講起來很饒舌 其實很簡單 就是這個C100取 取2的話會是多少 C100取2的話 因為P100取2是100乘99 除以2接 這樣懂嗎 C15取3 是 15 14 13 除3接 這樣子 這樣就是C的算法 所以 像這個C9取2是9乘8除2接 就是9接裡面的最大兩個 然後除掉2接 那我們在前面也講過 這個C會有所謂的 互補性 我們講余組合 那就是說 C9取6會等於C9取3 這樣子 只要你底下兩個加起來剛好都是上面 就是上面那個的話 這兩個會一樣 所以C10取7會等於C10取3 那你要算C10取7的話就不需要1987654除7接 那當然很麻煩嘛 你自己先把它換成C10取3 你就可以變成是198除3接 3接是6 6的話把這個3約掉 把這個2約掉 就是15乘8 是120 對不對 那 Pn取1 從這裡開始 那這裡注意一下 P跟C都有一些計算的特色 而且不一樣喔 我們在P的時候講 Pn取n 4n接 也是 Pn取n-1 就是P10取10 是P10取9 因為那個不取的位置 也是一個 有特別的位置 它如果只有一個不取的話 所以你10個取9個出來排一列 的方法數會跟10個全拿出來排是一樣的 那但是呢 注意喔 Cn取n 它不是N接 而且它也不等於Cn取n-1 它是等於Cn取0 你10個都拿出來 不排 就一種方法 它會跟你10個都不拿 是一樣的 那反而是怎麼樣呢 Cn取1等於Cn取n-1 因為 這個與組合的關係 所以他們都是N Pn取1也是N 這個其實做多了大概也會知道 於是我們來看像這樣的問題 他說 如果P6取m是6接 那m會是什麼 那注意一下 答案是 6或5 有兩個答案喔 這裡也是 C7取m 會等於7 那m會是什麼 答案也是兩個喔 6或1 這樣有懂嗎 就像這個 C46取2m 會等於C46取m加1 那他 m會是多少 那加到這裡 那學員就知道說 我知道 余組合 2m 加 m加1 會等於46 你會得到 m是15 但是其實還有一個答案 那個答案是什麼 他也有搞不好就是同一個數字 所以2m如果就是m加1的話 m是1 來看這個 Cn取3會等於這個 這是一個 好計算 他就是說讓你們 更熟練他的計算 Cn取3他是 n乘 n-1 乘 n-2 好 那有的學生 數字算都很會啦 但是這個他比較不熟 為什麼 因為他不習慣說 n階最大的是n 次大的是n-1 再來是n-2 這件事情 所以我們也出一下 讓大家練習一下 那其實這種題目在P那個單元也會看到 類似的 這裡除以3階 他說他會等於5倍的 那n-1取2的話是n-1 cn-2 除2階 這樣有沒有發現其實答案很快就出來了 然後 2階跟3階約掉 3代除去對面就會發現n是15 可以嗎 下面這個 可以按暫停想一下 c2n取n-1比上 c2n-2 取n 說是132比35 你這裡因為這個數字不知道是多少 就沒有辦法像剛才這樣子說 n階的前幾格 那怎麼辦 所以這個 還是要稍微了解一下 不能說 我這樣算好快 所以這個都不知道 這樣也不好 所以 2n裡面取n-1個出來 他是怎麼樣 取出來的不排 不取的 那不取的現在有幾個 不取的有幾個 全部是2n個的話 扣掉n-1 2n-2-1 如果沒有辦法 心算正確要在旁邊用直寫 他會剩n加1 這些也不排 比上 2n-2 然後 取n個 那不取的 2n-2-n剩下n-2 會等於132比35 可以嗎 這樣子的話後面要怎麼算呢 其實 比例本身是像除一樣 就是說這個在分子 這個在分子 你可以想像說這個是分數 35分之132 然後這個是 這個分之這個 分之這個分之這個 那這個股東的時候有看 應該要學會 A分之B分之 C分之D 他是 C分之D 去除以 A分之B 也就是 C分之D 去乘以 B分之A 所以呢 分母的分子和分子的分母都是分母的 然後分母的分母是分子的 有點負負得正的意思 分母的分母是分子 所以他會變成是 BC分之AD 那也就是說 他們兩個是一國的 所以這兩個是可以對 約掉的 我們就 約掉他 想一下 2n 結和 2n-2結誰大 那因為2n這個數字大嘛 所以是這個大 那他比他大多少 約掉會剩嗎 他可以把它完全約掉 他會被完全約掉 那他會剩?? 那就說 2n結最大是2n 次大是2n-1 再來就是2n-2 所以如果你把2n-2 他從1×2×3×4×5×9才 乘到2n-2之後又會再乘2n 有沒有是不是這樣子 那所以我這裡都被約掉了 剩這兩個 所以他會剩下2n乘以2n-1在分子 以及這兩個也可以約 仔細看一下他其實是有稍微配對的 就是這個比這個大1 這個也比這個大1 我們要觀察出來 n-1比n-2大1 你如果約錯其實也是可以算下去 那就是麻煩一點 所以n加1和n約掉會剩n加1 然後n-1跟n-2約掉剩n-1 因為n-1接的最大是n-1 再來就是再-1就n-2 所以他會變成這樣子 可以嗎 那於是乘過去 這個後面就是交叉相乘解1元2次方乘4 我們就不多解釋了 這個把它交叉相乘之後 約分 約分之後就變成這樣子 答案是6 按個暫停看一下 那其實現在已經不流行那麼複雜的符號的計算了 我們會放 那理論上就是說 希望你們對C的計算熟而已 但是其實你如果常常做的話 你本來就會很熟 來樂透要買1到46號 從中選6個號碼 每住100元 土豪打算買全餐 也就是說所有你能夠 能夠找出來的簽註組合 我都要買一張 那他要花多少 其實就是問你說 1到46號選6個號碼 有幾種選擇 所以這題的答案就是 C 46取6 乘100 這答案 奇異設局半跳起比賽才巡迴智 那 所有的對戰配隊都要舉辦一場 如果社員有12個要比幾場 那這個其實我們前面介紹過巡迴賽的比法了 所以你應該知道說 他會是怎麼樣 你可以說這12個人都可以跟另外11個人比一場 但是我跟你打和你跟我打一樣 所以他是12乘以11 除以2 你也可以畫成一個 我們之前畫12乘以12的格子 剪掉對角線12之後 除以2 只留這一塊 那他會變成是12平方-12除以2 那或者是說怎麼樣 12個裡面選2個 那你看C12取2 是不是就是12乘11除2解 就是這個答案 所以三種思考的方式其實都是對的 箱子裡有2紅3白4黑9顆球 1次全抽出 會有幾種抽球結果 因為其實前面都做過類似的了 全抽出等於有 第一個第二個第三個第四個 有9個不同的位置 要自己算的人可以按暫停 然後算完 我們在這裡來看一下 前面其實有提到說 有的題目我們其實不在乎你去先拿誰跟誰配 我們是在乎配對出來的結果 而不是說先拿誰再拿誰 但是在這裡呢 他其實就是在乎這個抽出來的順序 所以你等於說 第一顆第二顆第三顆第四顆是有差別的 所以這樣配對的話就會發現他是9接除以2接3接4接 這就是答案沒有錯 9接除4接剩下9、8、7、6 3接會把6約掉 2會把8約掉剩下一個4 5、4、20、9、7、63 所以63乘20是1260 其實不難算吧 對不對 那練習做也會越做越 就知道要怎麼樣加快他 我們也可以怎麼樣呢 那這個在9顆球的那個單元有講過 他的另外一個書寫的方式就是說 想像9顆球先拿兩個給R不排列 C9取2 剩下7個 再取3個給W 然後剩下4個給B 那以後我們不寫這一個 來多練習幾次基本的思考吧 3顆3紅球5白球排列有幾種排法 這個在入門14題裡面也有吧對不對 我們排一列的話就是有12345678的順序 12345678配對給RRRWWWW 所以是 那你也可以寫 C5取3 那那個時候我們特別有強調啊 就是說 不要因為題目寫排列 就覺得應該會是P 那為什麼答案會是C 那不是說有要排列嗎 為什麼是C 那我的意思是 你只要會思考這個東西 它才是關鍵 箱子裡有4紅5白6黑共15顆球 依序全抽出會有幾種抽球結果 那可以按個暫停自己寫寫看 那我們把它算出來囉 所以其實是怎麼樣 依序嘛 所以有1到15號 然後配給 紅紅紅紅紅紅紅 4紅5白6黑 15階除以4階5階6階 可以嗎 箱子裡有4紅5白6黑 依序抽出4顆而已 抽出4顆而已 那會有幾種抽球結果 那你 所以它沒有要全抽出來 所以不可以用15階 因為它上面會有這個1234XXXXX 可是下面是什麼 紅紅紅紅紅白白白白白 也就是說你變成說 上面有相同的 下面也有相同的 哇這樣子 就沒有辦法處理喔 我們前面那個階層 沒有辦法處理它這個問題 那它有兩個做法 我可能四顆球 都是三個顏色 都是紅一顆顏色的 還是有兩種顏色的 還是一種顏色的 又或者 又或者 如果你有觀察到的話 抽出4顆這件事情 跟它的球數相比之下 等於說它的球都比這4顆的4 就是還要大於等於 所以說它是不會被抽完 那 在這裡它其實要暗示你這件事情 就是足量 那麼這樣的情況下 其實它是 等於你每一次抽球 這三種顏色都可以選 就會變成是3的4次 雖然看起來好像是 一對一配對 然後 只是說有一些一樣的 但是結果它變成是3的4次 那這算是一個小小的 這個技巧性 箱中有9種不同顏色的豆子 一把抓5顆有幾種結果 那這應該要了解吧 就是9接除4接5接 好那我們這堂課上到這裡 那 collateral 我們 öl常從